我現在在你的現場祝福休憩 現在在我身邊的這位 是好久不見的 我是山東 請大家給他最大的轉圈 我沒有預設我要問什麼問題的人 我剛剛在路上都在想 我其他人其實我都有答大概的稿子 大概預設說他可能會帶去什麼方向 但是他都沒有 所以我現在就是真正的大聊時間 你現在的心情是怎麼了 沒有欸很正常 很正常 無聊的你們到底有沒有別人聊到沒有這種平安的 不是 因為今天畢竟是一個音樂季 然後結果本來是先 先以藝人的身分來聊天 雖然你好像很久沒有當我音樂 對 我不是了嗎 也不是了嗎 不要添 我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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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今天像之前 就是在舞台上表演 有那個感覺一下有懷念嗎 欸不會 我完全不會 我覺得當觀眾比較 我覺得比較幸福 嗯 那你今天在這邊看到像這樣的音樂季 有沒有 你之前也有唱過音樂季 有 有 有啦 那個啦 鬼靠 覺醒 很早的時候第二屆 因為那時候我在你們後面 我在你後面 對對對 然後之後山洞交出來 我們第一次擦肩而過 是在第二屆的覺醒音樂季 那個時候是只有兩個舞台 然後 呃 蒙古巧克力去表演 然後我們是最後一排 山洞是倒數第二 我在後面 因為我之前就聽說山洞這個人 然後也聽過他的歌 可是我沒有看過他的感人 然後我在後面的時候 看著他表演 想說 哇 這就是傳說中 台灣的 金拉卡伊蘭嗎 真是可愛啊 竟然好像是不是有一點強啊 你們在這有喝酒嗎 沒有 我對這一層沒有記憶棒 我還是很晃的 我後來表演 我好像都會喝酒 嗯 因為我好像有點太不喜歡表演 嗯 所以把自己弄添一點 哦 為什麼 你在台上看大家的感覺是怎樣 哇 因為我的個性就是 就這樣 嗯 好像平常是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我沒有辦法很很很 很 沒有辦法穿搭 我到底開不開心 這件事讓大家知道 我不管開心又不開心 大家看起來就是這樣 哈哈 那其實就跟 帶你入行十三年老去是一樣的啊 喔對 其實差不多的意思 你到目前為止有看到哪一個 表演是 表演是 就是 快樂到爆炸的表演 卡伊蘭嗎 我覺得卡伊蘭 因為我之前一直都蠻想看的 可是都沒有看過 嗯 然後就今天 真的有看到 我就 可是內心想說 哇靠可以這樣也太可愛了 就這類的 嗯 聽說你剛剛還有跟她吃飯嗎 喔對 我們一起就是 入個小孩 那她私底下也很可愛吧 蠻可愛的耶 嗯 嗯 是 溫和的那種還是 我覺得她就是一個媽媽 就私底下這樣子 就是看到小孩的時候 就是媽媽 嗯 嗯 是溫柔的媽媽 還是調皮的媽媽 我覺得她是調皮的 喔 好想跟她育兒 哈哈哈哈 嗯 因為我今天早上看卡伊蘭 中午的時候看卡伊蘭 這也是覺得 無比的歡樂這樣 就是我已經很久 我也很久沒有看一個 表演是感覺到 打從心裡覺得 好快樂喔 的表演 這真的是蠻厲害的一件事情 妳那時候也是在嗎 在台上會 就妳跳舞的狀態 是跟她差不多high的 嗯 那時候設計設定是這樣 大家有聽過山東的現場嗎 然後現在到 沒有人在哪裡 妳想 蛤 有人跟妳說現在唱嗎 不要 哈哈哈哈 兩天 沒那麼容易 斷然拒絕 那現在如果付出的話 門票還可以賣超過 因為其實那時候 就是真的 有一堆人 就是 就是講到山東 是那種 啊 就跟我剛剛講開來一樣 對 我很常遇到身邊 有各式各樣的 不一定只是男生喔 就是各式各樣的 提到山東 我覺得很雀躍對不對 這樣 嗯我那時候還記得我蠻羨慕的 因為 就我好像沒有辦法給人 那種就是 欸的那種感覺這樣 就那個時候 沒有啦 不是說現在可以 反正就我不太知道 我可不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所以我都以為可以做到這樣的人 覺得很鮮美這樣 對啊 對啊 那就是妳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妳從 以前就喜歡 也是蠻喜歡聽 日系唐客的 對不對 好像是我妹耶 我妹先聽 嗯 然後因為我們住一起嘛 然後她就會說 喔呢我其他精神 我就問她 嗯 然後後來結果都蠻喜歡 嗯 像那個 黑莉大森是因為我悲情 嗯 然後我才開始聽她這樣 對啊 所以妳被楊大森吸引 有經過這樣嗎 畢竟 沒有欸 應該是她的 性能力吧 哈哈哈哈 有爆點嗎 有爆點嗎 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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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有一點笑訓 沒有啊開玩笑的 我覺得蠻 不是啦 不過其實我們都知道她最近有點爆炸 因為她的同時 就是自己的專輯 然後又搞這個 對 你們應該 有一陣子是沒有辦法好好的 生活 對 對啊 因為現在變成我 我帶小孩 然後她蠻工作 這樣 嗯 那妳那陣子的心情如何 喔 就每天都在發火 哈哈哈哈 妳是對她發火嗎 對我對自己 嗯 所以其實是有一點辛苦 可以這樣說 欸 我覺得 也不是辛苦啦 就是 也就是一個過程 嗯 嗯 不會有懷疑的時候 就是 你也想要出去玩啊 或是幹嘛 就是你也想要做某些事情 什麼 因為我 你跟她說你有你在做的事情嗎 可是 因為畢竟性質不太一樣 對不對 所以 當她忙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不會有感覺說 有點不公平 這樣 對啊 但因為我很會自己找事做 嗯 然後我可能就會回台中 嗯 然後 我就會比我媽媽開車 那我出去玩 哈哈哈哈 對 妳就會回去啃老一下 這樣 嗯 那就是 玩的過程就有感覺到 相對比較好的 這樣子 嗯 我們家是從小就 會每週末都出去玩 所以我已經習慣了 嗯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 我不是那種可以 一整個禮拜都待在家裡面 那一種 我受不了 嗯 你跟妳爸媽感情很好說 嗯 蠻好吃的 嗯 我有 因為我們在後台的時候 就是 就是 山東一家人 楊燕一家人 然後都在那個 區域這樣 然後 就是大家都 就看到各式各樣 很可愛的畫面 還以弄分的畫面 或是 呃 喔 他爸爸超好笑 宇宙等級的會聊天 這樣 所以是因為這樣 妳 妳的幽默感是從小朋友 有沒有 我覺得是 嗯 因為我爸以前蠻好笑的 嗯 嗯 他現在蠻好笑的 現在就是呼籲大家 如果有看到我爸 不要跟他對鬧眼 他就很酷 哈哈哈哈 那現在 聊 聊沒完 不過這點倒是 就是妳雖然很有幽默感 但是妳對於 跟人尬聊這件事情 倒不是 這麼主動 對 我看人欸 嗯 妳會有主動概要是嗎 因為我 我也 因為我不會說謊 嗯 可是我很愛聊天 嗯 所以我就會 就是會把 一些可能 我自己覺得沒什麼 可是可能不能講的事情 我就會不想講 拍照自己很多次 嗯 所以後來我就 我就不會那麼自動 嗯 嗯 那我覺得蠻好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 我也不會說謊 因為我知道 我知道那個不會說謊的感覺 對 但是因為你的 外 表 有一個距離 嗯 所以這件事情 反而就是可以像 你稍微 就是如果你今天決定說 好那我如果可能會講說話 那我今天就不要講話 對 對 對 因為像我的話 我就是 即使我不講話 我的表情都沒辦法說謊 就有點可怕 我需要一個 就是告訴自己說 我現在就要臉臭 我才能夠 hold住 就是不表現出 任何的 驚訝或是疑惑 或者是 開心或什麼的 這些事情是需要一點點那個 終於做是一個 很不會說謊的心做 欸 也是我會說謊的喔 對 我剛剛講的時候是 對 我說 好像也不能這樣說 應該是說 看 什麼狀況會說謊 我知道了 就是 就是 生活 應該說 心理狀態 達到一個 自己 理想中 比較平穩的狀態的時候 就不太說謊 對 比較滿足的狀態 對 對 通常會是 還在浮動的 時候 就是 稍微年輕一點的時候 比較會說謊 欸 有時候那個說謊是因為 不不 因為我們 比較 欸 所以可能很多訊息 進來 一直接收 一直接收 然後 因為太多訊息 然後比如說這個人問你 講簡單一點 就比如說 也會有這種問題說 那你覺得他對我感覺怎麼樣 一種 可能會本常變成這種狀況 這種狀況就會滿需要說謊的 或是 今天大家都很開心 可是你就不然間感到一陣憂鬱 的時候你還是要假裝自己開心 這也是一種說謊 對 對 你會有這樣的事情嗎 假裝開心的事情 我會真的臉很臭 哈哈 哈哈 我沒辦法 哈哈 好厲害 那你有曾經對於你的臉臭 這件事情感到 困擾過嗎 對 蠻多人都有這種說過 就說我的臉完全沒有表情 嗯 但我 我以為我有 哈哈哈哈 再回去 回到創作者的身分 來聊一聊好了 我覺得 在武士山山山專輯裡面 有一些歌是你寫的 歌詞 對 你喜歡寫歌詞嗎 那寫歌詞這件事 嗯 因為我真的完全不喜歡做 我不喜歡做的事情 我是幾乎回去做 嗯 所以如果這件事是 那時候我想做的話 我就可以很快完成 嗯 但如果是 如果是被逼的時候 我就 怎麼 就是怎麼寫的事情 嗯 嗯 那因為 對 我本來就 不是走創作路線 嗯 但我覺得你跟詩詩 說真的寫蠻好的 欸 畢業了嗎 哈哈哈哈 是喔 所以啊 中間有經過各基幹的 磨練 對 沒有 其實那個 陳三 做我真的蠻好的 嗯 他是看起來很嚴肅那一種 可是 他私底下做我蠻好的 嗯 所以其實如果說 磨練的話 如果跟 可能一般偶像歌手比賽的話 我真的沒有做任何事 他就讓我做自己 然後去表演 嗯 就是我可能 多上了 表演課 嗯 就是防止演唱會 是怎麼樣的表演課 是 專門否 舞台上面表演的那種表演課 還是 沒有欸 就是像你學一棵樹的那種 那是 表演課這樣 嗯 那學一棵樹是怎麼樣的表演 就是你也在那邊這樣不動 因為我真的就是 我也不會表演 我也不會演戲 嗯 然後那時候剛去上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那個老師有在整播 嗯 所以我根本就演不出來 但是 那整理有差 我好像上了 我忘記我上五場還是四場吧 嗯 到最後就是 演唱會的時候 就是 比較敢 我以前可能不敢吧 嗯 了解 所以其實同學 是一個提升勇氣的課程 我覺得是欸 就你怎麼從那邊走到現在 你是怎麼成為今天 或者自己 就是 像你剛剛講的 嗯 我覺得慢慢就是 當我覺得就是 什麼東西都沒有那麼重要的時候 你就自然不會 覺得 就是 其他做事怎麼樣 我也不會在意別人的想法 嗯 嗯 啊 覺得自己沒有那麼重要的時候 就是一個完美今天 哦 哦 才 覺得自己沒有那麼重要的時候 對啊 那你就可以完全做自己 你就可以做自己想做自己 嗯 龍走程度上就是 不在那麼自我的時候 可以這樣講 對 所以我就不用擔心 別人怎麼看我 或什麼之類的 嗯 了解 因為接下來我是也發片了 嗯 那我想要 希望可以從你的角度去分享說 第一點是 為什麼這個音樂機 或是 這個男人 有什麼值得 RESPECT的地方 就他真的很執著 這個你應該知道 嗯 就他一定把這件事 就是做到最好 如果他 內心在想這件事的話 嗯 嗯 他是完全沒有辦法 請到別的 就是外面的人 就你做啊 對 嗯 嗯 有過欠殺 哈哈哈哈 那 嗯 有沒有什麼 大家看不到的 這個人的面相 他的個性就是 他會希望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可以很多人受惠 不是只有難其他人 嗯 的那一種 嗯 對 無法接受 哈哈哈哈 一直在講他壞話 所以身為一個他的妻子 應該會常常覺得 你不會辛苦啊 自己這樣 對 因為我很常 我蠻常跟他這樣講 嗯 那這種 那是他的優點啊 嗯 那這種時候他會怎麼跟你說 哦 他會怎麼沒停電啊 哈哈哈哈 哈哈 要放些 欸你知道他會再辦嗎 我們 也是問號 我們知道會問號 哦 OK 好 3 5 些文化 5 5 5